位于高雄桃园的蓝沙坝 成为不少游客朝圣的秘境 可以看到水质看起来透明清凉 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游泳池 不过就在防疫升级的同时 不少游客来到秘境朝圣玩水 身上穿着泳裤泳衣 脸上没有口罩 遭到卫生局人员举发 来看举发状况 不少游客听到了 卫生所人员的吹哨声 立刻从蓝沙坝爬起来 当时第一时间脸上被直击 就是没戴口罩 虽然随后立刻把口罩给戴上来 不过卫生所人员 还是一举开出了13张的罚单 其实在桃园这一处秘境 虽然说目前是无法开罚的 不过一旦天气不太稳定的话 恐怕是潜藏危机 也因此游客朝圣的行为 如果没戴口罩 除了危险之外 也可能会成为疫情破口